上路下演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噹 非常感謝你們 好了 來玩我們的英雄王國 今天是6月2號啦 昨天6月1號沒有錄遊戲 沒有錄遊戲我還是有稍微玩一點點啦 那我們知道我們有時候會拿到那個四星的那種覺醒英雄的一個選擇箱嘛 類似這種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這種東西 這種箱子 融合四星英雄 這邊如果你完成任務的話也可以領 那我之前有在別的地方有領到啦可能是 但是 可能是其他活動吧 主線任務之類的吧 我們來看一下主線任務 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看 可以回頭看 但是 他在找一下 總之我就領了 那個箱子之後他會在倉庫嘛 然後在倉庫之後你就可以使用他 使用他之後就可以把你缺的角色給換出來 譬如說我這隻火棍 火棍 穆斯貝爾 穆斯貝爾 然後或是這個特伊亞目督法 那火棍的話很好用 主要是他的隊長技的話是 這個 火方英雄攻擊 增加30% OK 機能一打單體而已 但是如果暴擊的話他的 他的這個 精神集中會簡易回合 如果用他來尾刀的話就可以把 這招給初始化 那有點combo吧 1combo2嘛 那技能2的話他用的話就可以讓技能3 給重置 這邊 將火海技能 冷卻直接初始化 然後他又可以提升自己攻擊力 額外獲得一個行動機能 也就是說 當技能3已經用過了 那這一回合你可以直接用技能2 那在技能3可以再用一次 也就是說可以連放兩次火海啦 那技能1又可以刷新這個技能2嘛 所以說他輕怪還算快 當然前提是你要有練度喔 我現在才60等而已啦 還是然後伏紋我也沒有說練得很強 就是部分 部分練到15等這樣子 因為刷伏紋還蠻花這個銀幣的 我大概花了300萬吧剛剛 就刷了一部分的伏紋啦 然後我屬性可能都沒挑吧 可能之後還要再慢慢挑 挑一些有用的 因為如果你想要刷那個龍石的話 我自動的話是有時能過有時不能過 目前 這個法夫納 被詛咒的龍 因為有點隨機啊 AI就笨笨的啊然後每次 站位又不太一樣 那沒關係我待會就手動打一場 那如果你龍石不能刷我建議你就刷龍9啦 反正掉的東西都一樣嘛 可能就差在機率嘛都是6星的啊 差機率啊 機率上可能差一點啦 沒辦法你刷不過就先慢慢刷嘛 先刷9 9樓然後 等你確定10樓能穩過的話再來刷 像我這個也都還沒刷啊 我們的伏紋感覺好像 我看好像有11種啦 那這邊只有10種 各5種 伏紋管理可以看到嗎 我們在篩選的時候這邊有多一個爆發 我沒看過爆發耶 我現在只有這 其他這幾種 大概是這樣啦 然後伏紋我就覺得 我看4星以下都沒用吧 所以我把4星以下全賣了 因為你會爆倉啊 你一直刷一直刷 刷著刷著就爆倉了 就把4星 我是目前就把4星以下全賣 只留5星吧 目前是這樣啦 哇這個 傳說耶 還不錯 反正就傳說英雄啊 然後稀有啊 然後 魔法 普通 大概是這樣嗎 稀有比較好還是魔法 綠和藍 我不知道 OK 那我目前是這樣吧 部分練到15等啊 部分練到加15 部分而已啊 然後大部分都12啊 OKOKOK那 競技場的話大家記得打一下 因為競技場 我是 我都很少打 喔競技場 記得要打一下 因為打了之後我們才可以 配合這次的活動 只剩6天吧 然後這個奧曼塔也重刷了 因為6月1號他整個重來 變成說你要從第1層開始慢慢爬 就 就 只能慢慢來啊 又得慢慢來 有沒有競技場這個 只要你累積這個名譽點數 累積到500的話就可以得到這個技能妖精啊 還不錯吧 就還有6天我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認真一下 因為我常常就 忘記 沒打 OK那我先 先自動一場70等吧 這個9樓應該可以自動過啦 應該啦 那我就用這個組合吧 就是用我的那個 火棍 就火法 然後這個火箭 伊弗利特 然後英偉 木盾 然後這個木毒法 特一啊 我就用這個組合吧 我也蠻想用 蠻想用弗雷雅的 算了 就先這樣吧 因為弗雷雅才60等 OK 幫你 OK 幫你 那 這邊開場喔 我覺得 抱歉抱歉 我直接開自動好了 就是 開場的位置 好像每次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 我剛點到 防禦了嘛 沒關係啦 反正穩過的 然後要繞路了 9樓的話 我覺得我現在自動應該是穩過啦 所以我可能就會刷9樓吧 10樓的話就 有時候運氣好會過 大部分都運氣不好吧 我覺得 你可能要多刷幾次才會過 那體力就會浪費啦 因為這個遊戲你只要撤退的話 你只要撤退離開 他也會扣 他體力已經扣了 他不是那種撤退會還你的 就等於說失敗也是有經驗值 可是失敗的話是沒有道具的 然後這個很簡單啦 因為我現在 等級3隻70等嘛 然後服務也都有稍微 比較高一點 就12、13啦 12、15 加12或加15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你要不要調整Boss 你可以調整Boss也行啊 這樣我們目睹法比較容易 可以把那個狀態移轉給這個Boss 他這個意思是說 攻擊那個優先 如果範圍內有Boss的話就會優先攻擊 沒有的話才會打普通其他怪物 就過不去嘛 他就會去打小怪 通常是 我是覺得 你穩過的話應該是要指定打Boss 算好一點 那持續傷害 他就沒有石頭那麼誇張 石頭那個持續傷害 負面狀態有點多啊 那我們這個 被關在角落沒辦法 他被關在角落 沒有 還好有出來 從這邊過來 要不要把負面狀態給他 他掉一大顆血 剛剛掉一大顆血 剛剛有看到 這就是這隻厲害的地方 會很快啊 就不用擱那些小怪 你這樣在刷圖的時候才會快 當然前提是你要確定你能過關 才可以不要理那些小怪 有沒有 大概是這樣啦 就 這樣的組合就是 只要你的等級夠 符文夠 我獲得這個 五星的這個野蠻突擊符文 稀有 4套裝 大概是這樣吧 這樣就開始 可以刷龍9 龍死的話 我覺得 稍微辛苦一點 我手動玩玩看 因為自動也是能 有時候自動能過 我就自動一下玩給大家看 更正一下我手動玩給大家看 因為我之前 我自動還是有機會過的 好 來吧 等一下這boss80的有點強啊 先關掉一下 我覺得那蜘蛛打得很痛 他會定勝然後又在後面一直噴我們兩隻有個痛的 這邊你可以 直接把他炸開 燒死他們 這邊也可以 好像差不多齁 現在我沒有那個啦 沒有負面狀態 所以就 他們就沒有差 就當作是一個攻擊吧 然後 然後這邊的話 我這隻很痛有沒有 因為他被擊火 這裡 過來吧 把蜘蛛給嘲諷一下 不然蜘蛛好麻煩 這邊你可以這樣子 哇 我被我被我被定勝了喔 沒有直接取消很好 燒死他 這很痛喔 這蜘蛛真的 真的討厭 剛剛就差一點點血有沒有 如果他 剛被你打死的話 你剛剛這兩下就不會被他打到啦 這就是我說的 就是你 如果傷害差一點的話 就要去提升一下你的符文 你看我這個 受傷殘重啊 所以就有點難打啊 所以就有點難打啊 我說過關都是靠運氣吧 剛好運氣 都沒受傷 這樣只有兩隻喔 這樣只有兩隻喔 我要稀活了一點 有沒有 只有兩隻 也許我剛剛不應該放 這邊的話 哇 我先不打boss 我先打小兵 不然我可能會被打死 因為這打我超痛的 1000滴耶 然後我快死了 唉 你死了 我的衣服力隊要再見了 因為他 我剛剛應該忍一下了 躲在後面 不要衝那麼衝 因為他沒血 他要不要打我了 我這個要被燒死 他待會等他放負面狀態吧 哇過來打我 過來打我 請他吃毒啊 請他吃毒啊 請他吃我的負面狀態 哇我的火鍋要死了 有沒有一大格喔 不 如果 你如果不手動的話 真的是 你就不知道電腦什麼時候會給你放啊 搞不清楚 好被負面狀態搞死了 這邊的話 打他的啊 沒辦法 他要欺負我了 退無腿退啊 最後只剩木杜英偉跟他們EVE啊 哇來不及了 想說再撐一下說 他就有負面狀態 那我就不怕 你看英偉的好處就是這樣 不怕這些小怪圍他 現在就等BOSS 就是 不要給我吸血 他打我一下會吸我血 那我也吸他 OK應該要贏了吧 他要吸血 他要吸血 好他沒吸血那我就贏了 OK手動是能贏啦就是 所以你傷害一直差一點 一直差一點就會這樣 反正在進度我是把我這個 火棍升到 六星七十等 像我今天也沒什麼練啊 沒什麼打怪練功 在忙別的事吧 所以說我會選擇就是掛 如果你要掛符文的話就掛這個啦 那我打一下這個好了 這種的我不知道我用那個 用這個組合好不好 我試試看 這我就很少打 理論三應該還蠻好打的吧 看看他們還沒七十等 我怎麼用這個組合 我這用這個很尷尬的組合 沒有換 弗雷亞跟這個亞瑟 亞瑟的話 沒有給人家用吸血 把他吸血把他走 阿瑟就是一個近戰囉 其實我靠這兩隻氣勢等撐一下 OK OK 大家知道我要幹嘛嗎 我要放無敵阿 阿瑟 弗雷亞的無敵真的很厲害 可以撐過一回合吧 這裡阿然後開始 狂掃他們 這裡 所以說這個會過啦 沒什麼問題 好開自動 他那個很痛是不是 他是不是 這隻boss是不是打單體很痛 不怕我兩隻氣勢等 對阿 打這樣子的 好厲害喔 我知道為什麼我之前 之前這關都掛不過 他那個 進得很痛 然後打一束牌 就一盆牌這樣 好強喔 哪有大範圍 他是機器人阿 他不是大天使喔 哇好強喔 哇怎麼那麼強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是不是要站開一點 一上一下站開 哇我輸了 好厲害喔 2000多耶 好強好強好強 是不是光輸大跑 奇怪 再一次 不怕死再一次 換一下換一下 我剛剛沒注意阿沒換 那目睹法有用嗎 試試看吧 反正就玩玩看嘛 我 鑽我耶 那個鑽鑽 剛剛那個 自動給我放出去那個招式 爆了那個 那一招放掉喔 可惡 沒辦法 其實他們打不太痛我 這邊你可以這樣 然後再這樣 欸我被嘲諷了嗎 他自己攻擊了 很有可能他被嘲諷 他們這個鑽鑽鑽我之後有點嘲諷味道 調性嗎 這我要留著 這可以放 他死掉了耶 嘲諷 有裝我 這個小怪不太痛 主要是這隻boss怎麼那麼強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狀態 喔還好啊 給他打沒關係啦 我沒有無敵 什麼東西啊 這裡 這裡 我要上來一點 我要避開 大家懂我意思嗎 我想要 我想要分開戰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會打到我 死吧 送你負面狀態 然後我繼續轉你們 這個我可能要過來了吧 過來這裡 不行啊 來了來了來了 好強啊 怎麼會這樣啊 過分啊 欸這隻boss怎麼那麼OP啊 誰可以告訴我他怎麼那麼OP 我要張開一點 這邊的話我要繼續 他在放我下午就死了耶 呵呵 哇跟剛剛一樣下場啊 跟剛剛一樣下場 太難了 好強啊 好啦我放棄了 怎麼那麼強啊 不是我的輸出問題 而是他的傷害太高了 碰我兩發我就死了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討論一下這個 天界兵器庫要怎麼打 解除蜂蜜魔法的武器庫 對啊他的活力好強要怎麼破他 應該說我有沒有什麼暈眩的角色啊 然後暈他不要讓他放技能 或是禁言他 沉默他不要讓他放技能 太強了 就這個是負面狀態嘛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活力超強 他一砲過來我就死兩隻 再一砲我就全死 OK那今天就先這樣吧 就玩了這個 浮雲地下城嘛 那奧曼塔就重來了啦 變說要找時間再重爬 你看整個重來了 都還沒爬 OK那就先這樣吧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英雄王國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